已经有好多天都没有出门了 刚好今天天气还不错 阳光明媚的 像前两天都是下着雨 而且天气非常冷 所以今天想在自己村子里面 去找个地方散散步 偷偷气 顺便带大家看一看 广东这种疫情下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 走吧 这边这个路口就是我们村的村口 现在都已经被拦住了 已经有工作人员在那边 就是把守 每台车经过那里都要量一量体温 包括行员都是要量体温的 但是看到村子里面还是很多人没有戴口罩 防范的意识还不是特别强 现在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村的村口 可以看到我身后呢 都是有一个关卡 无论是行人还是骑摩托车的 开车的 在这里经过呢都是要经过测量体温的 非常的严格 而且外地的车辆也是不让进入的 看一下我身后这些飘雨真的是百年难得一遇 我们广东扇尾的疫情的防范工作呢 做的还算是比较好的 从过年的那个时期呢 就有 五个人确诊 然后到现在呢 还是保持在五个人这个数字 没有继续上升 说明我们广东扇尾市的 疫情防范工作 做的还是相对比较好的 然后 基本上每个村都是有广播嘛 在播报疫情的相关的事项 叫我们呢 每家每户都要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 希望我们团结一致 早日战胜这场疫情 早日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来 我们一起加油吧